大家好 今天给你们拍的这台是iPhone14 给你们仔细看一下iPhone14 这台是零活了 我先收起来 稍等我一下下啊 这是我今天给粉丝采购的 来看一下这台14 这14是一个 祝福你蓝的蓝色 它是饱和度偏低的一个颜色 拿开里面还有一条圆针的处理线 你看就是很nice啊 iPhone14现在什么系统 打开还贴了保护膜你看 是模还是软模的 看一下关于本机17系统 iOS17系统的流畅度 你看是不是很斯华 很多人在问手机到底该不该去升级 我是觉得个人建议是 不得去升级的 如果说升级起来更加卡的 那为什么苹果它要你升级呢是吧 它就干确不用升级了 升级系统有好处的 它是会把整个系统优化的更加流畅 就是你们想象的说 哦我升级系统整个机器就会变卡了 完全不会卡的你看 不到一秒秒打开的 秒打开镜头的 苹果的摄像头是很干净 拍出来很真实的你看 这图片 诶一拍 你看 非常漂亮的颜色 还不像吗 它是一个直角边框的哈 这机器很漂亮的 iPhone14还有什么 我一张呢 觉得这手机物在手里 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就没有说好跟坏啊 因为它的指正给我们女孩子刚刚好 可能对于男人的话 它就会说 哎这机器屏幕太小了不合适 它唯一不好的可能是电池有点小一点 可能要充个一到两次电吧 其他都还好 这比华为它的续航是差了一点 信号差了一点 其他都ok都可以 你看我现在握在手里 刚刚好的iPhone14 拜拜